大人餵布丁 看來滑溜順口 這個包種茶 熱帶水果泡芙 色澤豐富多層次 店裡高朋滿座 幾乎都快坐滿了 因為這可是他歇業的 倒數第二天 突然發現說 這家店開到明天 然後想說就過來吃 有點可惜 滿驚訝的 還好今天又來吃 原來他可是 甜點控的口袋名單 明天母親節是 最後一天營業 我覺得他們家的甜點 就是算是滿有層次的 我覺得他色調很舒服 然後我整體店裡面的 感覺都很可愛 有可惜感 業者在粉專透露 主月到期 房租調漲 都是讓他決定歇業的原因 並表示目前沒有計畫要搬家 也沒有下間店 但相信未來 應該還是會再開店 而這家甜點師 之前服務的另一家名店 門口民眾搶著排隊 因為這家甜點店 甚至烘焙教室兩個品牌 也決定在明年二月底歇業 半個小時左右 應該後面要等更久 好像要結束營業了 想說都沒有吃過 然後又很有名 想說來試試看這樣 排隊明天2015年 在新北市創立 2017年搬到台南重新開幕 受到不少甜點控喜愛 不過主廚在粉專發文 宣告歇業的消息 表示因為想要繼續探索 自己的可能性 決定畫下句點 台南號稱全塘城市 甜點市場競爭激烈 連著兩家名店 垂席燈號 讓甜點控直呼 真的是晴天霹雳難接受 TVBS新聞 許晉鴻 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